如果剛剛我們用微軟的查詢 不用定義名稱的話 它的缺點就是說你前面要加錢的符號 而且要跨工作表 那相對第二個就是你看到那個 公式裡面也會出現什麼 清單驚嘆號 然後A一個錢的符號2 然後冒號 就是相對的那個公式 也會比較複雜 相對也比較容易做錯了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是定義名稱 然後把它修改一下 所以本來是這個名稱 改成就是按F3 然後把它這個名稱叫過來 然後放到剛剛的公式裡面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有沒有 本來是一串的公式 位置 然後把它改成性別 當然剛剛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按F3如果沒出現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打性別兩個字也OK 偶爾它會出現好像F3無法顯示 不過大部分原因是因為 你可能之前按過F3 你下一次還要再按就會出現錯誤 好像按過了就不能再按了 它有這樣的限制 你們可以再慢慢去習慣它一下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年齡 性別年齡給做出來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還是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你還是要需要再做什麼 做一樣的事情 像教育程度如果你要再做的話 一樣嘛 插入函數 然後V函數 因為我剛剛有定義名稱嘛 所以教育程度的話就是先切到這邊 找到C 我要找這個 這個是第二 意思是幫我把C3 C3到底代表是什麼教育程度呢 那我一樣按F3 然後把教育程度 所以我剛剛已經把所有第一名稱都做完了 教育程度 有沒有 然後呢讓它去查表 那查的話呢 這個地方呢就會有 比如說 國中高中大專大專以上 然後呢 一樣Color Index哪一欄啊 那我就查第二欄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呢 不要就輸入0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按確定 那一樣可以把教育程度給做出來 不過剛剛好像同學就是遇到這樣的問題 這邊按F3 他跳不出來 那如果跳不出來啊 沒關係啊 你就自己打教育程度這四個字上去 也是可以啦 那主要就是要看一下 就是說 你右手邊這邊有沒有出現像這樣的一個資料 一定是一個大瓜壺開頭 只要是一個範圍的話 他一定都是會用大瓜壺來呈現 然後他呈現的方式一定是什麼 C3一個 豆點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就大專 然後分號下一個 意思是說下一列的資料 有沒有 C4 然後再下一個就大專以上 然後再高中、國中 OK 那大專以上 OK 不過目前現在 在這個少子化之後的話 大部分好像幾乎百分之一百 而且現在好像那個國立大學的入取率 好像已經 好像明年已經百分之四十四了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得到 然後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呢 剛剛我們 在做剛剛的那個部分的時候 需要加錢的符號 可是如果你用定義名稱的話 不需要加錢的符號 直接按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他還是有個缺點 就是說你做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那你必須呢 還要繼續往右邊做 總共的話 到歐了 歐的話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那會需要做十五次 還是很浪費時間 每天都要做的話 而且喔 甚至燃數更多 那你 就是當然更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你想要 提升效率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說呢 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用所謂的 就是一個因地歷史來做 那不過跟各位講 因地歷史函數 其實難度又更高 那我們其實 可以把這個 稍微改一下 改的方法的話 我看喔 就是把這個年齡跟教育程度 乾脆把這兩個 把它先刪掉 這個先把它恢復好了 那我們不需要 因為等一下我希望 向右、向下一次完成 所以這邊底下這邊也不要 把它留一個原始的就可以了 只是說要怎麼改 改那個資料過來 首先當然我們要了解一下 IndoLess這個函數的特性 所謂的IndoLess函數的話 其實 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幫你把你選擇的那個 範圍的資料帶過來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舉一個例子 我在這邊做練習 比如說我今天要取什麼 插入函數的話 我在優標放在A8這個儲存格 那你們可以看到插入函數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 IndoLess函數 這邊有IndoLess函數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其實會跟你講說 你給我一個reference test Ref的話指的是reference reference指的是參考的 Test指文字 意思就是說 你必須要給我一串文字告訴我說 你要我幫你 抓取什麼資料過來 比如說我希望你幫我抓 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這個儲存是年齡 性別好了 性別兩個字 那我其實直接點一下A1 但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按確定它應該是沒有東西出現 為什麼呢 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它需要的是一個Tester 所以你只要看到Tester還記得吧 記得加上什麼呢 前後雙引號 才會是一個Tester 如果你前後沒有加雙引號的話 它就不是一個Tester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要按確定的話 你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按確定你會發現 它會把性別這兩個字的資料 幫你複製到這邊的意思 OK 也就是說啦 Intel Racer有點像是 我把你跟我講的那個儲存格的資料 複製過來的意思 但是喔 如果說我今天假如說 我不要複製的是那個 那個一個儲存格喔 我要的是一個範圍的話 那我們其實也是一樣喔 Intel Racer 那如果說我今天喔 是不是說我 假設我今天希望喔 把那個 按F3好了 如果我今天在這邊按F3 我希望把性別的資料 幫我全部帶過來 可是你想說性別 性別剛剛我們定義的時候是定義的範圍在哪裡 就是從A2 到B3 那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幫你把它帶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喔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這邊有四個儲存格 這邊只有一個儲存格 問題來了 等於一張床你要睡四個人睡得下嗎 理論他應該是擠不下啦 OK喔 所以喔 如果今天有只有一個坑啦 你要放四個蘿蔔 大家放不下 所以一個蘿蔔的坑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按確定 假設我今天把性別帶過來 按確定 你會發現錯誤 為什麼錯誤 因為它主要的原因是說 你現在有四個耶 所以你應該給我四個東西 而不是只有 一個儲存 所以喔假設說 你要把這個性別 全部帶過來 而且可以放在這邊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做 1 選取一個範圍 那一樣要跟這個範圍一樣喔 所以四個嘛 我要帶四個東西 2的話呢在上面 點一下 所以意思說我要把這個四個東西 放到這邊的話 那你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一樣找到那個indirector 然後呢按F3 可以找到那個 性別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但是問題來了 他還是出錯 為什麼 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一個範圍的資料帶過來 你不能直接 打勾 因為打勾只會帶一個 那如果你要全部帶的話 他還有一個小技巧 你優標必須放在公式裡面 還要記一個快速 一個組合鍵 叫做 Ctrl Shift 按住之後再按Enter Ctrl Shift加Enter Ctrl Shift加Enter的話 就是正列 意思就是說把那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全部取回來吧 所以這還蠻麻煩的 不過沒辦法 因為 他不是帶一個儲存 而是帶一個範圍 記得喔 優標放在這裡 Ctrl Shift加Enter 他這個時候呢 就幫我把資料 給帶過來了 但問題帶過來為什麼含錯誤呢 Value錯誤 Reference錯誤 性別 Indirect 喔 還有一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 也是跟剛剛一樣的 就是說 Indirect後面 他的這個名稱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是個文字 所以有沒有 剛剛我們不是A1 A1前後如果沒有加雙引號 他會出錯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也是還蠻常容易 因為Indirect其實還蠻好用的 但是很容易做錯 他一定要前後加雙引號 所以記得喔 這邊一定要在 加了雙引號之後 再 不是按Enter 記得是Ctrl Shift加Enter 有沒有發現 他就幫我把資料 從這邊 給整個帶過來了 OK 不過細節還蠻多 我再把那個細節做一次給各位看 如果我今天要帶 單一個比較簡單 所以剛剛我是先帶 一個A1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如果你要把整個帶過來的話 記得 插入函數 用Indirect這個函數 這個 你在插入函數之前 記得要選四個 因為我有四個儲存格 我就要給四個儲存格 第一步 在這邊插入 Indirect 然後呢 這邊的話 就按F3 然後把性別帶過來 但是記得喔 性別的前後一定要加什麼 加上雙引號 讓他是一個 文字 有沒有 這樣才OK 剛剛插入這個步驟 就錯了 所以這很容易做錯 按確定之後 他會發生錯誤 是很正常的 錯誤 你只要再多做個動作 優標放這邊 Ctrl、Shift、Enter 他就把資料給帶過來了 同樣的啦 你想說 老師我要把年齡帶過來的話 很簡單 年齡有八個 所以你要選八個 八個 記得喔 一個蘿蔔,一個坑 八個 對喔 然後一樣插入 這個 Indirect 然後這邊的話呢 年齡 F3 然後年齡的話就是這一個 記得呢 前後加雙引號 按確定一定會錯 因為他不能帶一個而已 所以按 Ctrl、Shift、Enter 有沒有 八個都過來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帶一個範圍的資料 可以用 Indirect 這個函數 好,來試試看 畫面先好給各位